大家好我是橘子 家里的燕麦片快过气了 今天就用燕麦片和鸡蛋放在一起就好吃的 三勺燕麦片加两个鸡蛋 再加入5克酱母粉 三勺白糖 白糖的量可以依据个人的口味随意的调整 再加入适量的温水 搅拌均匀 搅拌成像这种流动的状态 然后再往盆中加三勺面粉 再次用筷子搅拌搅拌 搅拌成像这种粘稠的状态 然后盖上盖子 密封饧发至两倍大 饧发好之后 里面会有很多的小气孔 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排一下里面的空气 搅拌成像这样就可以 准备几个小碗 里面刷上一些油 这样可以防粘 把面糊倒进碗里 倒8分满就可以 像这样子 然后盖上盖子 再次醒发这两倍大 接下来在里面铺上一些红枣干 形状可以随意调整 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 换成其他的干锅 红枣干这样放像花一样 然后我们在上面盖上一层 耐高温的保鲜膜 开水上锅盖上盖子 大火蒸20分钟左右 关火之后焖5分钟再打开盖子 然后去掉保鲜膜 红枣真的好香 整个厨房里都是浓浓的香味 这样做出来的美食 口感香甜 蓬松暄软 而且还非常的好消化 老人和孩子也可以多吃 沿着四边给它松动一下 然后再倒扣过来给它脱模 搭配一碗粥或者一碗汤 真的是一道很不错的食谱 我是橘子姐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哦 谢谢您的支持